当年郑州郁达这发展完以后 郑州市政府都把市政府让我给拆了 搞发展开发 河南高院 还有公安厅 大大数 郁达绝对是废牛的了 都是给地 然后李克强后来也找我 当时之前还有马冲臣 当时省长 李克强之前都找我 我说不在河南开发 你们知道我这点故事 你嫂子说了 河南水浅王冒多 这地方不是你待的地方 李克强有一次 就是在我那块坐的 喝点小酒 李克强跟人基本不喝酒 只表示非常自律 跟我都是喝大醉 他说文贵你知道我为啥 除了咱俩聊的来 你知道在河南 我为啥老上你这来 你知道吗 我说为啥 我说你有很多理由 我说我说一 你肯定说二 你先说吧 他说因为你跟小胡不打交道 他说你看 都围着胡宝生在那嘚瑟 他说胡宝生这个人 就是个骗子 胡有什么狗屁建议 他根本没脑子 我说你怎么这么看他呢 他说文贵你看你 你不在河南搞房地产 你走了去北京了 他就在河南专业 他不去哪 哪也不去 到北京保了个明星 我当时你们都知道 有个很有名的明星 养过什么 那个潘金燃那个明星 他包了一年 结果呢 人家讹了他一个亿拉倒了 弄得鸡飞狗跳的 说这个胡宝生啊 这个人跟你比 他就往下走 中国的企业家 他不知道 有了小钱 他说你记住 先整点家业 有了中钱 他说多交点朋友 有了大钱就得跑啊 他说就得跑啊 他说文贵我发现你高 你交很多都是外国人 你把很多钱都放外面去了 胡宝是个傻货 都把钱都拿从国外 拿到里边来了 他晚一天 共产党一本就给他汇了 这是李克强的原话 不是一个 这李克强 李克强现在肯定听到 知道我这一段啊 李克强是不是你说的 你知道这就是共产党 一个李克强 当年作为一个储君 小心翼对中国企业说的 就你那个傻哥们说的 我当时我问的 我说这中国啥值得买啊 他说你唯一值得买 就是把中国 你能变现的钱拿海外去 这是李克强原话 97年 98年 七哥都有这境界了 99年都有这境界了 你去想想 那个胡宝是个傻货 现在一毛都没了吧 不但没了 海外钱得拿回去 老婆孩子也会没了吧 在中共国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没有一样东西值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